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薪水少一半还曾被持刀追逼南台中家福中心主任洪建应水里来或里去的社工人生照顾弱势儿童三十余年或台中市政府肯定颁受社工类众生成就奖。 台中市今日表扬油粮社工,其中洪建应曾是业务高手,卖过水泥泡面,三十一岁时有敢于自己日复一日只为冲高业绩数字而活,忙于应酬下健康亮红灯,毅然决定人生转个弯。 正好张画家福中心征社工,从盈利事业转进非盈利事业,薪水少一半,洪建应却一头栽进服务弱势儿童的领域,开启他全然不同的人生。 他曾经拜访虐儿家庭被案主家长拿着菜刀追出门,也曾紧急安置儿童后被个案家庭追上门撒明纸,甚至破分他心惊胆跳应对宛如连续剧般惊险剧情的各式挑战,近一路走来三十四年。 这份工作最大的成就权来自家福孩子的成就,洪建应说,当年他投入家福社工第一个接触的个案,是名没有爸爸的单亲女童,从排斥到视他如父,不但刻苦向上,受他启发也加入社工行列,成为家福社工议员,甚至结婚时邀请他证婚。 将借65岁的他年底将退休,台中市政府约二周前才通知以主动推荐他受旅社工类终身成就奖,洪建应说,这是最好的退休礼物,退休后出老的他还有被利用的价值。 他要转往老人服务,他的服务人生要老少通吃。 至于奉献盲生教育62年,85岁的惠民盲校创办人陈淑景,或班社工类特殊贡献奖。 出身富裕家庭的陈淑景,同年时因听到教会主日学故事后,吉利智长大到孤儿院工作,23岁时接触到盲童,早期因民风保守。 不少弱势盲童根本无法就学,心疼盲童的境遇,毅然从零开始筹办以照顾弱势为直至的盲校,也免费教学。 他为了找神员,从护镇机关找市照着资料,在骑着三轮车逐一拜访,说法家人让盲生接受教育,从13个学生发展到现今照顾211个的盲生规模。 为盲生教育奉献62年的陈淑景市会。 名盲校永远的校长妈妈年事已高的他但初会名盲校管理台中市政府今年主动推荐颁赠他社工类特殊贡献奖。